洪修他念礼佛大唱会文时候有一个意念 恭敬佛像礼敬佛台是治疗功高我慢的妙法 有的人家里条件很好 但是舍不得供很多水果和香炉 这本身就是一种傲慢 不能很热心的去对待 菩萨的慈悲 对待菩萨是需要敬畏的 同样对待师父也一样 不能因为师父平静人就毫不顾忌 对师父也一样要敬畏 这是消除傲慢的修行方法 请师父开始 这个绝对是 不是大护法就是菩萨讲的话 这是完全对的 非常治理名言 这个概念很清楚 你知道吗 当你用很恭敬的心 在给菩萨换水呀 一点点水都不能漏出来呀 很干净的换花呀 对菩萨这种 你知道你这个心啊 已经在菩萨道了 比方说你像一个董事长 他会这么做吗 他牛得不得了 有钱有势的 回到菩萨这里 他不会恭敬的 你是穷人的话 哎呦我说 哎呦菩萨要保佑我 所以对菩萨恭敬的不得了 那么所以治疗功告我 慢慢就这个道理呀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董事长 很有钱 你对菩萨很尊敬 很忠诚 你是不是放下自己的功告我慢了 同样师父也是一样 你们对师父的尊敬也是应该这样 会应该师父对你们 平易近人 孩子很可爱 很喜欢你们 你们就对师父就可以不尊敬了 很多人接近师父之后 哎呀 师父好像要跟我们很随便嘛 他也随便了 你说可以吧 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 很认真 下课的时候跟同学很随便 同学上课的时候 就可以不听老师了 不知 没法 我 感谢观看